大家好,又來到星期二娛樂版 今天是2021年12月14日,星期二 不怕跟大家說,最近看見娛樂版的view數有少少低沉 令我個人也有些低沉 我也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但又如何可以改善呢? 又如何可以令view數變得好一點呢? 說沒有壓力就騙你的 因為我總是覺得自己好像不太足夠大家喜歡聽些什麼的娛樂新聞 即是哪一類型的娛樂新聞 譬如說,某一些人物特別沒興趣 某一些話題會特別覺得juicy 即是,我還沒有很足夠大家的口味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可能我選了一些題目 大家根本就沒什麼興趣按進去聽 還好,昨天的view數是這陣子比較理想一點的一集 心情立即好像放鬆一點 當然啦,不斷地進步是必須的 總而言之,希望明天大家都多多支持啦 馬上說下第一則有關娛樂的新聞 首先說下,其實無論大家有沒有留意這個選舉 或者是否參與這個選舉也好 即是投不投票也好 大家都一定感受到政府為了營造這個選舉的氣氛 都做了不少動作 例如最大動作當然是前所未有的港鐵、巴士、電車 在投票日會免費給市民任答 這個真是開埠以來都沒見過 證明政府為了投票率可以去到幾盡 不單止這樣 就在昨天晚上,即是13日 ViuTV就在他的youtube頻道上上架了一條片名為 12月19日,簡簡單單,投你所好 即選擇的選擇 短片其實是用來宣傳立法會的選舉 以及鼓勵選民去投票的 不用多說,ViuTV最能夠做到宣傳的 即在手上的黃牌是什麼? 那當然是MIRROR啦 所以那段簡簡單單,投你所好那條片 裡面就加插了MIRROR的有7秒鐘的MV片段 但是一眾MIRROR的成員 就沒有親身去拍這個廣告 親身現身呼籲人投票 而在宣傳片中間 有一個龐白才會提醒大家 當日要帶身份證去投票 而且在最尾時都寫著 約定你 但是這條在Youtube上架的影片的留言功能被禁止 據了解,其實這條片是由ViuTV的自行製作 當中的片中的MIRROR片段 其實只是他們第一首歌一秒間的MV 至於這條片,屬於選舉廣告呢? 就真是未知了 好,讓我詳細一點再說一下這條片的內容 片長大約是40秒 裡面演出有幾名的演員 都是年輕人 片段一開頭的時候 就未提到立法會選舉的字眼 不過就見到一個女演員 拿著一部播放MIRROR的MV Notebook 之後畫面就馬上跳進電腦畫面 就馬上播放MIRROR的跳舞短片 翻查資料 其實這首歌就是來自他們組合的第一首歌 《一秒間》 我剛才說了 簡單來說 那就是怎樣呢? 其實就是MIRROR的那段 硬要把MIRROR的MV塞進那段短片裡 前後找其他演員出來說 即是宣傳一下 叫大家投票 嚴格來說 MIRROR只是被人播了一條片 在那個宣傳片裡面 就沒有親口說 叫大家投票 沒有宣傳到的 這件事就 我就這樣看 RU TV巨民拿著政府的電視牌照 那出一條片 宣傳立法會的選舉投票日 其實都很合理 但是 政府當然是想 喂 喂 現在是年輕人 想叫年輕人投票的 那當然是想找MIRROR 才可以做到那個 更大的宣傳效果 大哥 為了那個牌著想 那怎麼敢說了 對吧 最終這條片 就好像一條交差片一樣 就做一條這麼奇怪的展輯出來 夾閘著MV和歌曲 其實都不難想像的 政府一定是想盡辦法收編 這些當紅的明星 起碼可以幫他做宣傳機器 所以MIRROR 避得初一都避不了15 既然本頻道作為一個Youtube的頻道 我們關心多些Youtube的東西都很正常 所以第二單就是為大家帶來一單 都是有關Youtuber的 少少花邊東西 話說就是這樣的 由這個遊學修 許燕和蘇智豪創立的Youtube頻道 事當真 Trial and Error 就在去年的十月左右開始營運 短短一年其實都已經爆紅 擁有353K的訂閱 原來在昨天還拿來這個 Youtube香港2021年度 十大熱門創作者的第一位 又多威威的 身為主腦之一的遊學修 就在Facebook上報起 還在留言中 Hashtag 蕭若元 聽聞你去年拿了第九位 有時間回來香港交流交流 擺明就串蕭先生 網民就紛紛留言吃花生 修哥好 再不是就說 特地來支持你摸老蕭鵬牙 修哥不要玩命 小心他燈死你 先說蕭先生 今年這個十大名單 他就已經跌出了排行榜 其他上榜的藝人 就包括了有第七位的Anson Lo 第八位的智雲頻道 第十位就有這個田豪祖三寶的頻道 咦 問題來了 為什麼有學修會留言和這個前輩挑機呢 原來事關以移居台灣的蕭若元蕭先生 曾經在Youtube的他的節目理論消息 分析指出 Hashtag 香港電影工業無前途 要恢復八十年代的盛世機會等於 之後這位九十後的游學修就反擊了 就說蕭先生其實用舊有的商業電影製作模式去判斷 但是世界已經變了 結果是怎樣 網上的世界當然是爆發洩戰 蕭若元就說了 不緊要 香港的Youtuber 一百無可適 大J我都知道 游先生我真的不太熟 昨晚我看他的短片 他是有少少創意的 但是就有一種在最後要扭少少的招來搞笑的短片 他是有點像那些泰國的廣告 還說 你兩三個人在這裏煮飯仔 我只能夠說 你們拍的那些是家家酒 煮飯仔 我有責任將真相告訴你們 你們要知道自己做什麼 不是有偉大的志願就可以了 當然 蕭先生這番這麼老屁股的說話之後 游學修當然是拍片去播放 我可能錯 但我不會斷言地說沒有可能 沒有人有資格去定義 那個機會率是等於零 還有 他說香港電影在80年代 就是打後 幕前幕後已經再沒有人才出來 我聽到這個消息真是打個突 直接批評我 游學修直戚蕭若元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前輩 似著幸運向後輩潑冷水 他還敢說 尤其是你跟年輕人說的機會等於零 等於不如叫他們去死 游學修說他自己努力拍錄這個網片 希望用一個新的角度進入新的媒體 新方法可能老人家看不明白吧 不要緊 那就不要說那麼多 所以 難怪游學修今次拿了第一位 那麼囂張 之前都已經拆槍走火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其實我都經常說一句說話 我還是繼續吃花生 這件事同樣都是用這句口頭善的 我還是繼續吃花生 是當然吃得多熱氣一點 好 下一則 之前也有報導過MIRROR的成員 柳應廷阿Jer 就跟他女朋友Kelly拍拖五年 不過在今個月的一號 突然間就全分手 有網民就發現這個Kelly的IG 就沒有再follow阿Jer 而且剷除了所有跟阿Jer的合照 之後阿Jer出席活動的時候 就承認和女朋友冷戰幾天 只是普通情侶的吵架 不過就不涉及第三者 而且會努力哄女朋友 正當大家都以為兩個人只是耍花槍的時候 誰知道有人發現 阿Jer的IG 原來已經unfollow了Kelly 另外還有網民就說 Kelly之前還保留有阿Jer的Fans Club的帳號 但是現在也unfollow了 不知道是不是分手要狠 被雙戀勇敢 所以要將感情瓜葛一刀了斷 而Kelly就在前日的傍晚時分到 在IG都上載了一張日落的照 似乎好像有點暗事情已細似 其實阿Jer跟Kelly識於微時 阿Jer曾經在訪問裡面 多次感謝女友支持她追夢 而在她未出的日子 還在尖沙咀basking的日子裡面 曾經只有一個觀眾 而那個就是Kelly 所以無論她多忙都好 都會抽時間去陪Kelly 而在她29歲生日那天 Kelly還有在動態上 post她和她合照 不過當時慶祝好像都沒有覺得有什麼異樣 所以今次分手 令到粉絲們都蠻惡然的 我什麼時候都覺得 人紅是是非多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話說TVB那幾個《造星》那幾個女生 鍾由美 尖天文 有七個 在12日那天就去尖沙咀的街頭 和這個劇集青春本我進行宣傳 吸引了大批粉絲去支持 期間不知道是否因為阻礙路 有一個穿黑色的女人突然間逆方向衝過去 硬闖人群裡面 首先把文凱婷撞開了 繼而撞到尖天文 由於事出突然 其實她們幾個女生都覺得非常惡然 不過整件事的重點 我認為並不是在這個事件的發生裡面 而是有星夢的粉絲 事後竟然將這條片 即是事發的時候的片 上載到Youtube分享 標題還要這樣寫 慢鏡重播 擾台鏡粉 襲擊星夢女團 Afterclass 高音擔當尖天文 這個是題目 有不少網民 有些粉絲都會說 哎呀這個女徒人真的很不應該 很不對 這樣說 但是心水清少少的 大哥 等一等 是不是失去了什麼 無緣無故關鏡粉什麼事 女朋友什麼認為 那個是鏡粉呢 是不是 有沒有什麼證明 畢竟這件事 還要只是拍到那個人的背面 我個人就覺得 看來這位上載者 似乎都是想搞事居多 那都有些人留言 就懶忠立那樣的 他說一個團體 最重要是互助互補 不是強調誰是什麼擔當 什麼擔當就可以 還有 我不是MIRROR的粉絲 但是你有什麼證據 說是MIRROR的粉絲做先 被MIRROR的粉絲知道 搞大件事怎麼辦 那你便拍了 Afterclass的和星夢 雖然這位忠立人的留言 各打五十大板 不過也不無道理 歸根夠底 始終你真的在街上 尖沙咀街頭 阻礙著一條路 難保有些圖人 趕時間衝過來 撞你 跟什麼粉絲有什麼關係呢 說真的MIRROR粉絲 也不會出現在你的 星夢Afterclass的 宣傳活動裡面 對不對 抹黑還抹黑 你都想過好少少的故事 大哥 零分重作 最後有少少跟娛樂 沒什麼太大關係的 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無意間給我看到這段報道 就說 沙田的河畔花園 有個兩房的小單位 竟然三百萬有找 市場的消息透露 這個河畔花園D座的中層單位 實用面積是269平方尺 嘩 真的很小 兩房只有269也很蚊型 原則是兩房間隔 望樓景 本身業主以308萬放售 不過有傳聞說 最後以298萬成交 赤價是11,000元左右 我們參考一下 這個花園本身的其他樓價 在這個單位上多兩層 面積和景觀都差不多的單位 去年年底 就以445萬逆手 至於有另一個單位 再比較一下 就是一個同一座的 低層少少 面積是242平方尺 即是比我今天所說的單位 還要細多20尺 就在上個月 就以這個470萬逆手 赤價是19,000多元 咦 那看一看 這個我今天所說的單位 三球有找那個 那比市價低了36% 差不多百幾二百萬 好 相信大家聽到這裡 都猜到多少 和空襲必然是有關 原來代理透露 這個成交的D座中層單位 當時是1997年的時候 發生過寬場屠夫案的涉事單位 還以這個木箱藏屍 就棄師成門 買樓最重要的 當然是看銀行股價 而這個單位 參考很多銀行的網上股價 都不能夠和上述單位 提供一個即時的網上股價服務 甚至連這個單位的樓上 樓下都不能夠提供即時股價服務 資料顯示 原本的業主其實在早年 就以一百三十萬買入這個單位 主要用來收租 曾經都透過拍賣行 將這個單位想推出去拍賣 但是一直就未獲成節 今次他就以這個二百九十八萬 即是差不多到三百萬 就沽出了終於 帳面數字就獲來一百六十八萬 其實都升值了1.3倍 凶宅都升值1.3倍 你說什麼世界來的這個 香港的樓市就是癡線到 連凶宅都炒得起 當然啦 我的意思並不鼓勵大家 再炒凶宅的 不要誤會 純粹分享一下一個資訊給大家聽 好 今天的節目就來到這裡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要費贊助 拜拜 各位晚安